1月31日,广州实验室科技助力基层疫情防控万里型活动在广州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活动上解答了春节期间防疫的相关问题 钟南山称,对于新冠病毒的变异,第一是要紧密追踪,第二是观察疫苗有效性 如今病毒最关键的突变,发生在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部位 这个更容易寝入肌体,产生致病 这是不是其中一个传染性比较强的可能的一个原因 钟南山强调,一方面要追踪变异的病毒 另外也要考虑病毒变异后采用什么样的病毒株来做疫苗 有没有可能将来新冠就慢慢它现在毒性 或者是它的传染性 或者是它慢慢慢慢有所变化 会不会以前就变成像流感一样 所以现在看起来它的变异是值得注意 以前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它变异了 变异这个传染性是强一些可能在西方国家 但是呢在它会不会疫苗有没有呢 没有答案 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是拿到提到日程上 钟南山表示 当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高潮已经过去 康复者情况受到关注 近期有些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康复后 核酸检测转阳的情况 对此 钟南山不认为转阳病例有很强的威胁和很强的传染性 残余的核酸病状不等于这个病人有活病毒 我很少看到有核酸转阳性的还会传染别人 但是这个工作呢确实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观察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怎么防预防呢 发现有这个情况是继续的就是多测一测 当然也要适当的隔离一下 对这些病人呢很关键的是心理的治疗 春节临近对于在外留学还不能回国的学子 钟南山建议大家在原地过节或者通过视频过节 这个海外的学子 因为我也在海外待过两年 那个过节不能回家是非常心情是很复杂的 非常想家 那我在国外我有时候感觉到很孤独的时候 在国内有一封信 那是虽然几句话那很温暖 觉得这个我觉得非常需要有关部门做好这个工作 假如有机会接受疫苗接种 我是非常赞成接受疫苗 但是不一定轮得到它 所以我只能提这些了 也祝海外的学子们就说 新春快乐 牛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破亿 对于疫情发展趋势 钟南山表示 目前我看了看它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走势是有两个国家还是在高位 那两个是美国跟俄罗斯 其他的开始有一些下降 因为每个国家都采用了比较强烈的措施 那么在积极的增加疫苗的情况下 积极的管控的情况下 可能三月份左右晚 我觉得就开始有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